来我们看看动态体验 首先做姿势偏高的 富家有人教练 我们这辆车出发了 我觉得这个项目 其实严格意义上 不属于赛道体验项目 它属于娱乐plus的项目 为什么 就是这个装 教练说是围着蓝色的装 统一个是绕三圈是吧 绕三圈 但是我感觉我可能会绕错 就是这个 它考验的不是这个车的稳定性 而是驾驶员的记忆能力 以及你的左右手的交换能力 就是我这么多年了 我已经35岁了 我现在每次我女儿问我 爸爸是左边右边的时候 我一直在脑海里说 左边是这个手 右边是写字的这个手 就是我对左右和南北 是没有任何概念的 你知道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考验 考验我的一个地方 这个对车的考验并不 这个已经开始错了 已经开始错了 我觉得小鹏作为一个 特别有趣的企业 这点做得非常好 就是他把所有的赛道试驾 注重的不是本身的体验 而是把它做得有趣 车本身并不重要 现在是我们的后期的 这位同事在开车 为什么他要做后期呢 因为不会开车 不是不是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很棒 第一个玩拐对了 OK 右边 继续转 哎 很好 对了 哎 最起码方向就对了 然后左 右边 对 可以啊 好 持续拉回去 右边 让我回来 哎呦 一把归位的 可以啊 小七 行了 相当可以啊 好 再来一串 还有一串 没错 哎 最起码对了 很好 OK 很好 咱俩换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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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咱俩换 好 好 感谢 看明白了 看明白了哈 我大概知道线路是什么了 刚才 女士请洗下安天奶 对 先洗安天奶 刚才我的 我的大盗啊 他替我以身示范 我先试一圈啊 好 乔臣这个科姆在赛道体验中的科姆 应该叫什么名字 这个叫X行照庄啊 因为咱们是 行照庄 那那个蝴蝶庄是不是 蝴蝶庄是9个桶 9个桶啊 这道行车轨迹出了以后 是一只蝴蝶 哦 咱们有点X 哦 这样的啊 对了 好 这一圈就完了是吧 是 不想的 聪明大哥 哦 不是 这不是聪明的问题 哈哈 已经有两个前车之见了 哈哈哈哈 那我们可以开一圈了啊 OK 稍微稍微试一 看速度能不能稍微快一点 其实速度跟刚才差不多 哈哈哈哈 因为还是心存顾虑 是 可以可以可以 再绕一个右 我觉得这个科姆体验 对人的挑战比车要大 哈哈哈哈 很棒很棒 刚才我体验了自己开啊 这个叫叫什么装 什么这个 X型的 X型的 然后现在我们体验一下 就这个和蔚来一梯五 我坐在副驾的这个位置 有什么不一样的一个体验啊 我们由教练来开 当然我们从外头就看了 就是教练的这个走位啊 包括打方向的位置 和我们是普通人不一样的 哈哈哈哈哈哈 好 我们一进到底 教练可以随时出发了 你普通人说是吧 夸张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慢慢吃饭 其实这个项目吧 它并不是说这个 单纯不减速就是快 而是说这个 每一个弯之间的衔接 有人说您在第一个弯的出弯 其实是为第二个弯的入弯 所考虑了一种 哦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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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前把车咱们多拉一下 咱们这边了 你看 走一个更好的加速 提前把车伸拉着 你看 快点再加一下 这个设备是带防抖的啊 但是它已经不怎么防了 哈哈哈哈 区别就是这个啊 好嘞 好 我们一会换一梯五啊 啊 我们现在上到这台 未来一梯五的车上了啊 其实这样的 就是 这个车主啊 虽然是车主的车 但是我觉得这次活动 小朋友很注意个人隐私 首先车标车牌的挡住了 而且这个车主竟然把江淮汽车 色色色也抠掉了 哈哈哈 你太不自信了 你就是 你就是江淮有怎么样的 现在蛮安全的 对吧 其实这点 我觉得 我对此一下 就是未来的车主 我觉得这样的 如果未来的车主 你们认为未来的车高级 你们认为你们进了new house 就是neia house 你们买个咖啡 你觉得很轻车的话 江淮汽车色色不要抠 但凡抠掉的说明 你内心不自信 这样吗 那你明明就是江淮制造 你怕什么呢 来我们看看动态体验 首先 坐姿是偏高的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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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富家有人教练 其实 其实教练一直是按照 就是既定线路在开的 但是 这是车身重重心的问题 重心高 重心高之后 电门 我个人感受来讲 箱子有点粗骨 是吧 对 所以说坐在车内就感觉 哎呦 感觉晃动的会明显一点 这甩的感觉确实有点重 但是作为小姐一定会觉得 这样的驾驶员很哇塞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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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